说到足坛梦之队 很多人都会想起来巴塞罗那 不过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的欧洲大陆 也有那么一支梦之队 他们让所有的对手温风丧胆 创下了1931年4月到1932年12月14场连续不败的记录 不过短短几年之后 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荣誉消失在了历史中 他们就是被很多球迷称之为Wonder Team 梦之队的奥地利队 早期的奥地利的足球 其实深受着一位英国人的影响 这个英国人叫做霍根 奥地利当时的球风与苏格兰十分相似 他们重视传球速度和脚下技术 后来霍根回了国 领队梅瑟尔开始接手球队 1924年在梅瑟尔等人的努力下 奥地利创办了职业足球联赛 也得到了大众的热烈的响应和积极参与 这让奥地利的足球水平迅速提升 并孕育出了一批优秀的球星 其中就包括了奥地利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的 辛德拉尔 一开始梅瑟尔其实喜欢用高大的中锋 所以身材鲜瘦 有指人之称的辛德拉尔并没有得到重用 1931年辛德拉尔终于逐渐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 也就是从这一年奥地利足球开始飞跃 1931年4月12日 奥地利2比1战胜捷克 随后他们开始在欧洲肆意虐杀 创造了著名的十一胜三平连续14场不败的神话 其中包括了先后5比0和6比0 大胜德国8比2 痛击匈牙利8比1血洗瑞士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维也纳5比0横扫自己的师族苏格兰 而这也是苏格兰首次在欧洲大陆输球 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 奥地利一路杀进四强 最后却遗憾的被东道主挡在了决赛门外 而这也是这支梦之队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1937年2月 梅瑟尔因病去世 一年之后 德国与奥地利合并 奥地利足协也随之被解散 很遗憾 孟之队遭到了尽头 我们可以这样说 孟之队的荣誉离不开那个年代特定的开放包容 却又被那个年代的战争所毁 应了那句话 他们生在了最好的年代 却也是最坏的年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抢务